大家好,歡迎收聽網上編輯部的節目 今天要遊我新西蘭的以德台洋 節目開始之前,希望大家點讚、分享和訂閱 訂閱,請記得訂閱了網上編輯部正確保同曬冷氣 繼續壯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好了,今節就想跟大家繼續說說有關於鄭州洪水的問題 自從上次出現那個洪水之後 很多類似不同的網友,無論是國內外的網友 都很自然將鄭州發生的洪水和德國相比 在國內尤其是關於德國那個城市建設 就很容易就會引述清島從來都不會有洪水的 就算有大水,水都很容易和很有效地排出 也都可以見得到,德國那個城市設計是非常之先進 很自然就這樣拿來比較 但是呢,有德國專家就不是這樣說法了 而今節呢,就想跟大家分享這位德國專家 怎樣看今次鄭州洪水的 而這位德國專家就來自德國的石根大學 他的名字叫做Jorgen Inson 當記者問及關於鄭州洪水的時候 他一開手就已經這樣說了 鄭州所面對的降雨量實在太大了 強度太高了 簡直難以想像 這些根本都不是一般的 季後風帶來的降雨 其實就好像開著水龍頭猛一樣 基本上那天就出現一個很巨型的瀑布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城市的排水系統 是可以抵擋到這樣的情況 事實上呢,根據中國官方公佈 鄭州在最高峰的時候 去到每小時的降雨量達到201.9毫米 而這位專家亦都跟著這樣說 好無疑問 這次鄭州降雨量的巨大 是很容易 令到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的排水設施處理 一下就達到上限 那見者又問他 其實鄭州和德國科隆可不可以比較呢 事實上,德國的洪水災害 目前為止已經造成170人喪生 目前還有百多人失聯 而中國那邊的官方訊息就是 鄭州的暴雨和洪水導致25人喪生 很自然 就算連國內的媒體都會把鄭州的問題 和德國那邊的問題拿來比較的 當日鄭州單日降雨量達到552.5毫米 而德國最高的紀錄在科隆地區 單日的降雨量達到154毫米 大家聽到數字 鄭州好像多過德國科隆很多 但是在當地就引發了德國史上最大的洪災 而且連德國總理默克爾都說 無法用語言來表達那個災害的嚴重性 我雖然知道 德國也在面對災難級別的洪水 這位德國專家 Ensson繼續這樣說 如果中國官方公佈的數據是屬實的話 降雨高峰期的數據看來 河南鄭州的暴雨級別確實 還要比德國發生的暴雨還要高出很多 而雖然德國很多地區的平均降雨量 能夠達到每平米3500毫米 遠遠高於鄭州大約640毫米的全年降雨量 但是在那些地區的降雨 從時間上來講分佈均勻 所以才不會造成一些洪水災害 而造成洪水災害最主要原因 就是在短時間出現大量的降雨 一般來說 德國的城市地區 每個小時的降雨量 就已經超過40毫米 或者6小時的降雨量超過60毫米 那就觸發到最高級別的洪水警報 而根據鄭州的氣象觀測站 在7月20日公布的數據 就是當時每平米每小時降雨量 已經達到201.9毫米 已經是德國最高警戒值的五倍 根據已經突破了中國大陸 小時降雨量的歷史封值 為何會認為媒體會寫 這個降雨量是千年一月 事實上就真的沒有誇張 的確確是在過往歷史都沒試過發生 這麼大量的雨水是同一時間 好像倒水、開水喉一樣 噴下去的 正因為這樣 鄭州才出現這樣的災難 這個可以說是非戰之罪 很多人質疑中國基建設施落後 什麼什麼什麼 又說是海綿城市 為什麼吸不到水 這個又是錯了 很明顯 就算一塊海綿 一桶水倒下去 就馬上濕透了 也不會吸不及 同樣的情況 就是發生在鄭州 無論基建設施 多先進都好 它都是根據過往的數據 來建造的 過往從來都沒試過一次這麼巨大的雨量 所以呢 當地那個設施 沒辦法承受得到 也都非常之正常 而另一位 來自德國聯邦環境部的專家 來興貝爾格勃博士就這樣看 很難就說清楚 一個城市要有幾大的降雨量 就會造成災難 因為另外也都要看回相關的地理位置 地貌形態、高低落差 和地面的密度都是有關的 而這些也都決定了每個地區 每平方米每小時可處理的降雨量的總量 而從地形上來看 德國在較早前所發生的洪水災害 就和鄭州面臨的洪水災害 就沒有得比的 因為在德國 這個暴雨所影響最大的地區 主要都是集中在山間和低蛙的地區 雨水沒有一個平面向外流出的可能性 地面密封程度 和鄭州擁有超過千二萬人口的大城市 是完全不同的 然後記者就問到 現今的科學能否有效 預測現在的天氣變化呢? 能否準確預測所帶來的暴雨引發有多大的災害呢? 因神教授就這樣說 這樣是肯定的 他就說 科學氣場專家 現今已經有能力在數日前 以一個比較準確的預測 空氣低壓帶來的降雨量 及大致降雨的地點 但是降雨的地點定義範圍越小 預測越不準確 總括來說 人類今天的技術 是有能力預測一個地區 會否面臨一個暴雨 但就無法準確預測 究竟哪些地點 哪些地區 會面臨非常大的降雨量 洪水後 及洪水前 災難過後 都需要下一次受災做準備 氣候變化 導致暴雨的事件 以後發生已經可能是一個不可逆轉的事實 意思就是 會越來越多的頻率出現 背後簡單的道理就是 空氣氣溫越高 泉水能力就越大 空氣中泉水越多 發生暴雨的機率就越大 這些都是明顯出現氣候極端化 會帶給我們什麼的挑戰 尤其是對於城市規劃來說 事先預留出更多緩衝地帶 減少密封面積 比如柏油馬路和大型建築群 這類無法吸水的面積就變得更為重要 同樣出現好像鄭州那樣 超級大規模暴雨的時候 這樣的防範措施 也可能沒辦法制止洪水洪災出現 前期就做好優化的排水規劃 至少能減少這類極端洪水所帶來的災害級別 在將來為防止類似的災難再次發生 又或者降低災難所帶來的危害 更加要重視緩衝區的建設 包括自然洩洪區和人造地面上 或者地下洩洪束水管道系統 講到這些束水系統 很多人就引述 東京有些所謂叫地供的束水池 這些束水池就是防止出現大量的雨水的時候 導致地面水斬 因為水就留在束水池裡 就放在那裡 到雨水過了 束水池的水就抽走 就是這個意思 問題就是 那個上限束水能力要有多大呢 這次鄭州所發生的 是世紀成千年以來 才可能會發生一次這樣的水量 那下一次 是不是要做好準備 預算有這麼多的水量呢 從而再重新規劃 究竟要做多少這些基建設施呢 這些全部都是要計算的 成本有多少呢 還有合不合乎成本效益呢 這些專家也都要放進去計算 這次的事件是很明顯的了 面對不到這次的災害 造成很多地方的水浸啊 還有人命損失 而我相信呢 有關當局 尤其是中國有關當局 都會去改善一下 他們的基礎建設的 而且 也都能夠承受得到 類似這麼嚴重的洪水發生的 因為可見將來發生過一次呢 以後發生的機會 就變得更加大 你不會等一千年之後才再發生 因為剛才專家都提到一句說話 就是當空氣熱的時候 蓄水量就會大了嘛 為什麼空氣熱呢 溫室效應 溫室效應 導致地球的空氣平均溫度上升 也都因為這樣 你可以見到這些 這些洪水災難 也都越來越頻密 而今次的事件裏面 也都沒有必要跟其他國家來比的 首先 發現很多很多網民都很喜歡跟德國比 現在連德國專家都說 這兩個地方 根本是沒有一個可以比較的地方的 你也不能夠因為這樣 鄭州死人好像比較少 連德國死的人更多 就說德國那個設計有問題 事實上 德國也都跟鄭州一樣 面對著歷史以來的最大的災害 因為德國也都沒有面對過這麼厲害的洪水 就是因為 沒面對過這麼厲害的洪水 當地的基礎建設設計 就沒有遇到這麼厲害 同樣鄭州也是 也都沒有遇到 面對這麼厲害的洪水災害 不過 經過這次的教訓 我相信 這兩個國家 將來在基建設計上面 也都會預留得更大的空間 去應付更嚴重的災難 嚴重的災難已經變得不可逆轉 因為溫室氣體 溫室效應的問題 所以 大家也都要有一個心理的準備 遇上洪災的時候 也都不要太擔心 也都不要隨意地和人比較 或者批評政府 政府會不會有做不足呢 世界各國的政府都有不足的 但是有一件事 大家要知道 如何應對 所以 也都同一句老話 氣候變化 已經是 變得黑不容緩 是全人類都要面對的事情 無論是中國人也好 德國人也好 甚至乎美國人也好 這是人類共同需要面對和處理的問題 如果不是呢 再這樣下去 不單止水災頻發 同時也都會出現各地的刊情 而目前美國就出現刊情 出現刊情會導致什麼 農作物失收 農作物失收就會導致什麼 食品價格上漲 食品價格上漲又會導致什麼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的 那個後果是很嚴重 就不要覺得 美國出現事情 不關我事 不是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 人人都是 橫橫雙購 美國有時 治療出口 價格自然暴升 中國購買回來的 農作物 也都要以更貴的價錢來買 最後生產成食品 自然就貴了很多 所以氣候變化 為何才這麼迫切需要解決 這也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是關乎到全人類的生命 有時見到很多人 將這些水災的問題 用來做比較 德國的專家就說得沒錯 這些都是不可比較的 大家所面對的問題都不一樣 地勢也不一樣 分佈設計等等各方面都不一樣 你只能夠說 大家都是有面對這個洪水 我相信這兩個國家都有專家 會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對此我也不太過認為 這個環球時報 讚民鄭州和德國 所出現的洪災 拿來比較 拿來比誰死得人多 誰死得人少 這些是沒有意思的 就算死一個人 都是多的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秉持一個科學的精神來面對 而不是互相嘲笑 或者互相謾罵 這是沒有意思的 而且也是沒有意義的 沒有人想碰到這些洪水災難 好了 關於鄭州的洪水 今節我就說到這個為止 下節回來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話題 拜拜